自行车大厂美丽达受惠于市场需求增温 再加上公路车销售比重提升 6月份的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加6% 对不起26% 好 好 自行车大厂美丽达受惠于市场需求增温 再加上公路车销售比重提升 6月份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加26% 下半年在欧美市场的带动之下 业绩还渴望持续成长 提升品牌形象火力全开 自行车大厂美丽达今年积极赞助公路车队 相关选手代言更激发品牌效益 带动公路车销售比重明显上扬 观察各地需求又以欧洲北美市场成长最明显 希望未来几年能够随着曝光呢 我们成为公路车之后 还有登山车之王 美丽达第二季表现淡季不淡 6月营收26.17亿年增26.75% 累计上半年营收较去年上扬12.67% 达到124.33亿元 光是上半年就卖出144万台自行车 预期第三季旺季 渴望持续成长 另一大厂巨大 同样较出好成绩 其实无碳自行车生活 这种价值的话 也深入民心了 这个是世界的潮流 上半年营收直逼300亿元 年增7.91% 业绩动能看好 强化品牌知名度 在结安特之后 今年将把旗下女性品牌LIF 单独拉出 成为前秋第一个女性自行车 专属品牌 台北报道